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底薪是有 但底薪是不足以應付基本的 最重要是靠什麼 靠佣金 一年有幾個十一黃金州 大家 一年一次而已嗎 沒有可能 有人說沒有影響經濟的 信不信啊 我們都是很奇怪 十一黃金州 絕對沒有影響香港的經濟 也沒有影響香港的旅遊業 我覺得這個數字我不知道是怎樣的 但是根據我實際之外 我朋友跟我講 他在旺角的示威區 都這麼好做 他是單親媽媽 他跟我講回 我又死了 今年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兒子有讀大學 我怕什麼呢 我現在來什麼黃金州你應該會不開 因為原來示威區有些金譜 可能因為擔心示威的情況 控制不到 如果大家有進去的 可能也有留意到 有部分是沒有開的 有些就算有開的 有沒有留意裡面有的人啊 沒有 我那晚下去 走一兩小時 在旺角那裡 我又不是下去特別跟人聊天 下去其實是在數金譜 有幾個顧客那些 那麼多間金譜 我見到有三個 真的很多 我都要自己眼睛 那天星期六 但是禮拜六的商業 居然是說 這麼多間金譜 上來才能三個客 有沒有影響到新計啊 那些是不是市民啊 那些朋友他們需要去找 他們的身根要養家的 但是大家會說 爭取你的民主力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想過 民主是要 但是如果我連飯都開不了的 我要不要生活啊 那些朋友 他在一個社會區做 他跟我說回 他底薪不多 他是單親媽媽 他又給他兒子讀大學 他想著今年 他可以說 賺多些錢 可以幫幫我學費 但是今年 他不可以 他說今年的十一黃金證 他說基本上是沒什麼生的 還有一件事 我亦都有叫他出來 我說你出來講 你自己講的 會好很多 誰知他跟我說 我不敢出來 我說為什麼你不敢出來 這些人是苦主 為什麼你不出來講 我相信大家在這裡 今天講 都是為了 告訴別人聽 佔中對我們的影響 可遇不到由你們講 現在我只不過講 其中的故事給你們聽 為什麼你不出來 他跟我說 你是不是不知道 你是不是不知道 有人曾經因為佔中 或不支持佔中 而被公司勸譽離職 我說 蛤 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 你留意一下新聞 你被勸譽離職 還有很多人 都是因為說 不支持佔中的言論 令到有些商戶 是被人分割 其實這個社會是一個循環來的 旅遊經濟 帶動你的民生 那你就可以有市民 做營業員的那些去養家 養家的可以去消費 消費的就是可以帶動另一種經濟 但現在的情況 我們首先 本身旅遊那些 那一班 那全部 那一班的經濟差了 他們自己的消費 流利也都差了 也都帶動 下游那些 譬如說 餐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不知道傳媒朋友 那麽多在這裏有沒有報導 我見到有些報導 就說 沒有很多餐廳 有些接觸營業 我有留意到 但是很奇怪 我發覺報紙的篇幅不是太多 尤其是傳媒方面 可能是 可能我們講得不夠多 或者是我們影響力不夠 或者我們也沒有什麽提醒 我們看和平 但是說和平有錯嗎 和平沒有錯的 為什麽你們不報導 傳媒朋友是我們的朋友 因為我們要用你的力量 幫我們傳到一些消息出去 但是我很希望傳媒朋友 憑著一手良心 不要只是報導 佔中正面方面的事情 或者佔中有多少人藏嘴嘴 如果你說戰爭屬於大多數 麻煩 我們這些少數的 我希望傳媒朋友在這裏 用你的力量 都報導這些事實出去 好 我相信很多在示威區受到影響的朋友 他們都真的未必有膽出來 因為如果再出來的話 可能影響我的心意 任格差 但是這樣 我們就滅他的聲音了 不會 好坦白說一句 示威區對我來說 完全沒有影響 我都不是住在那裏 旺角 關了什麼事 和旺角不關我的事 我不去 心中甚少 是否這樣代表我們要不出聲 是否代表我們要掩住的良心 就說沒有影響 是否代表我們就可以握住其他人的生活 是否代表我們可以搶別人的飯碗 是否代表我們不起了 是 今天我們出來 很坦白一句 我和我們十幾位朋友 不是為自己 我們是為了廣大的事物 希望給你們一個平台 給你們說回自己的感受 現在這裏 給我賺了 講了這裏 因為大家只可以發言三分鐘 就是希望大家 諒解一下 現在我沒什麼氣 最近很辛苦 我做了